新北市土城,有一处社区民宅 昨天凌晨,突然发生大火 造成三个人死亡 而其中,屋内有一对妇女逃生 但是妻子、儿子以及女儿的男朋友都不幸身亡 消防局表示,起火点在四楼的客厅 但是住家内有内梯可以连通四到六楼 因此火事也快速延烧 初步判定起火原因 疑似是锂電池充電爆炸所引起 一刻嫁長提救人 爸爸好像還想要再回去的 讓三女兒就是還是 叫爸爸不要再進去 重回事發現場 在新北市土城 這處七樓高明寨已被燒到焦黑 十三號凌晨三點多 四樓客廳突然起火 一對婦女往下逃生 但五十多歲妻子 與二十多歲兒子 與女兒男友被發現時 已經沒有呼吸心跳送醫 獨治身亡 新被消防局出派 疑似鋰電池充電爆炸一期 四五六樓桶 它是內機的 在一個客廳的一角 大概有一些充電的 一些鋰電池 這個事件造成了三個人死亡 我們非常的難過跟痛心 那我們同仁因為辛苦 其中有一個同仁 因為身體不適也送醫 其實這片社區不少住家內 都內建獨立樓梯 是發明在四樓以上 是同一住戶所有 有內梯能連通 但火災發生後 出現煙囪效應 火焰也因此快速向上竄 朝頂樓蔓延 如今火調返回現場財政 要來調查詳細的起火原因 記者 陳光軒 邱福財務家報 新北報導